你的竞争对手不是猪 是跟你一样聪明的人 所有的事情 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可以做得到 你不具备的资源人家具备 你没有的条件人家可以有 你能不能别总像个小孩一样 别总那么冲动 如果你总是一身一备 觉得是我没有这些道德 是我出卖了你 那你大可以把我开了 我没有任何意见 我 我不是那个意思 这次咱们网站新推出的特会商户活动 可以说是咱们北漂房客网 在生活服务领域 又一次全新的场地 根据最新的内线情报 于彭月那边又有新的花招了 简单来说 就是利用咱们闲置的广告资源 为那些商户免费的做广告 不管他想干什么 我们北漂生活网 都要比他干得更好更快 这些受益的商家 会根据受益的额度 为咱们的网站用户提供 超值的折扣 你们不用担心 我们公司有的是钱 就算用钱砸 也得把那些商户抢过来 我觉得这次活动 再完美不过了 我希望大家 都能够隐穿意识的时候 齐心齐力 把这次活动做好 有信心吗 有 好 小伙子 那咱们跟他们的人 撞了怎么办 王老板 你好 我们是北漂滑坑网的 咱们做个广告今天 把这个标志贴上 顾客会源源不断地进来 实际会越来越好 所以你们贴 贴 贴 谢王老板啊 我们北漂生活网 也邀请您做我们特会商户 给您的政策 比他们的还要好 来来来来 都给我切到上面去 切到上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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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出来干嘛 我们出来干嘛 来来来来 先走 我们出来一万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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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我们出来一万块 我们出来一万块 贴斯 都贴了都贴了 都贴了都贴了 都贴了 老板 该说的我也都说了 我们的政策您也了解了 您有什么想法 可以直接跟我说 哪怕您不愿意也没关系 可是你让我们在这儿等 是等什么呀 不急不急 再等等 再等等 完了 完了 来了 肯定怎么回来了 怎么 你能来 我不能来 坐坐坐坐 既然你们二位都坐在此 那我就不多废话了 你们两家 哪一家给出的这个政策更好 那我就选哪家 咱们这是公开 公平 公正 您这可是让我们预棒相争啊 哎呀 这话说的不要那么直接嘛 这就正常竞争 正常竞争 反正我们这边的政策 就这么多 再多 我也没有办法 老伯 我早都跟你说了 别再被票房和网干了 你不听啊 你知道我们的权限是怎么给的吗 永远比你们高出百分之十 知道吗 我们公司有钱 咋也把你们砸死了 你放屁 我最恨的就是你们这种 见前眼开的哈巴狗 你说谁呢 说谁哈巴狗呢 你再说一遍 我说的就是你 谁给骨头你就替谁帮了 狗障人士 说的就是你这种人 你知道吗 你说姓风的 我好心劝你气暗投明 你居然这么说我 你知道你是什么吗 你就是于彭月身边的一条稿 你知道吗 你说谁呢 你说谁呀 你说谁呀 说谁呢 说谁呢 你还要干一点啊 快 别咋来啊 干什么 干什么 说我别咋 别咋 别咋 李总 太谢谢您了 我给公司律者这么大麻烦 你还亲自过来接我 看你说的 你要谢的话 你谢王大律师 是不是 王律师 谢谢您 我跟你说啊 今后办事的话 别那么冲动 王律师说了 冲动是魔鬼 是不是 别像我似的 不长记性 这事就 就原谅我了 不是 原谅你了 王律师 余总 您帮我垫的钱 我会还上的 你说你这个事办的 行了 什么钱 是是是 怎么跟你说的 我不用还了 你把事干好比什么东西 不行 真是原谅了我这儿啊 余总 咱这活 干得太窝囊了 对 下次就这么干 别拉我 有您那句话 我就放心了 真是天涯何处不相逢啊 又见遍了 这想当年 咱们为了那点破事 真的是你死我活 突破血流的 这现如今 这就为手底下这些兄弟们平事 侠侠真的很闹心啊 我记得 我记得那次是 你是把饭钱都赔给我了啊 这次也是吧 对啊 叶之秋 一叶之秋 好名字 观察入微 对未来的发展局势 掌握得精妙啊 换句话来说就是修军敏锐 善于改换门庭 哪有食上那吃 还带着一帮软骨头一起吃 哎呀 余蓬月 你真是在哪里跌倒 就在哪里躺下 你说你毕业都这么多年了 怎么一点长进来啊 就毁过嘴 懒得理你 李总 咱别信她的 她说得没错 我现在也只能动动碎皮子 你让我跟他们讲合 不是讲合 是合作 你真的不怕我把你当成北漂生活网的卧底 你爱怎么想怎么想我管不着 不过只要事务所没有跟公司解约 或者明确提出让我回去 我就得对我所服务的客户的利益负责任 你觉得你这么做是对公司的利益负责吗 你怎么觉得我不管 但我觉得是 照现在这个局势看来 我觉得发展到今天 北漂生活网也是没有料到的 他们在这件事情投入的成本 可比咱们大多了 是你可以说他们老板有钱砸得起 可再这样坚持下去 他们也够肉疼的 更何况现在的商户已经血精了 他们都等着咱们双方抬价 据我所知已经有一部分已经签约的商户 宁愿违约也要重新谈判 这说明什么 说明咱们双方都被架在上面了 那又怎么样 再这样下去的结果只会是两败俱伤 谁都落不着好 当然了 你可以用一些办法让对方吃亏 比如说想办法把价钱抬高 让对方跟进 咱们再想办法撤出去 就像是那种拍卖行里的拖一样 可就算是这样 咱们也实实在在损失了一部分的商户资源 到头来还是得不偿失的 所以你想让两家合作达成双赢 没有人会跟钱过不去吧 而且我觉得 北漂生活网从一开始 就没有想把咱们一棍子打死 你说什么 我是说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他们从一开始 打着就是收购和吞并我们的主意 继续说 从一开始的布局来看啊 咱们不难看出 他们是有实力直接把咱们压死的 可他们没有这么做 为什么 我想不是因为他们没钱或者乱发好心 而是因为我们的存在对他们来说是有价值的 两家公司能掀起来的波浪 是不是要比一家公司大 有竞争那市场进步的也会快一些 还有一点 我们的一部分核心用户不会为简单的利益所驱动 这就是你之前高明的一点 你把我们北漂房客网做成了一个网上社区 而不是单纯的中介信息平台 这部分核心用户 他们上我们的网站是为了找到一种 心理安慰和群体生活 早就脱离了单纯找房子这种功利性的目的 人嘛总归是故土难离的 北漂生活网如果想要拉拢这部分的客户 他们最好的办法不是彻底要把这个地方毁灭 而是把他们归为己有 所以说我们还有机会 这个也要看之后的发展吧 你可别忘了 FB公司已经有百分之三十的股份在对方的手里 如果他们再收购那些离职管理层手里的零散的股份 那这个数字将会超过三分之一 这可不是一个小的数目 我现在有点明白 于京投资为什么一上来就要咱们百分之三十的股权 这还真是一般大气 不过你也不用太过担心 我说的也只是一种可能性 毕竟周延还是你的铁杆 李腾辉和羊子虽然离开公司 但他们怎么说也是你的兄弟 只要他们站在你这一边 FB公司就不会轻易被对方掌权 那你呢 你会选择哪一边 你让我讨厌的时候 我真想站在对方那边 你这是干嘛呀 偷偷摸摸的 咱是来谈合作的又不是来偷地雷的 快走快走 这边 我说你至于吗 全是熟人 我怕他们认出来 再怎么说我也是他们前任老板 这次主动过得跟他们谈合作 我多没面子呀 生意场上此一时彼一时要什么面子啊 似有面子活熟醉 赶紧走啊来不及呢 走啊你 快点 慢点 你好 我找了一下法务部的孟经理 好的 您稍等一下 嗯 我说你这个报表是什么情况啊 这不是昨天找了一个问题吗 怎么今天还算做了一个问题啊 还有什么问题啊 工作工作车对接好吗 现在这是什么情况啊 这个项目不动了 你这边就买什么办法 你这边就买什么办法 这边就买什么办法 老刘老黄张腾好吗 一帮在公司的 不知道我又又回家了吗 别让我再一次来干嘛 来来来来 这些老才子 叶总你跟我们定的一些指定 我们根本就完不成了 怎么呢 你看一看善良技术的台湾 上次讨论不讨论过了吗 你还对这个项目有意思 你不止于事 只有我们根本也不讨论 你谁啊你 一号 杨新伟啊 我怎么在这碰上你了呢 我还以为能在沙山上看见你呢 你辞职报告里怎么写 你一说你想去晒太阳想去看比基尼美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呀 骗谁呢你 你干嘛去 你给我回来 今天把话都说清楚了 不是 你跑这儿了 余蓬月 我告诉你啊 这不是你的人 你在这儿撒野是吧 你这叛徒的 你撒野是吧 我怎么对你的我 杨新伟 杨新伟 你怎么有良心你 快 护住你 出去 出去 哪儿去你呢 放开啊 出去 出去 李可费你什么意思啊 这就是你的杰作是吗 是吗 有什么事进去是吧 其他人要干嘛 太冷了 小玉 我们俩之间的事 我不希望你继续 你先回去吧 余凤云 我希望你能冷静一下 我还冷静 现在就咱们俩人了 你难道不想把这段时间 发生的所有的遗迹 跟我好好解释一下 虽然我没有义务跟你解释 但看在兄弟一场的分子 我没你这样的兄弟 你到底要不要听我说 坦白告诉你 从一年前开始 你从一年前开始 我就不看好北漂房客网的发展 和未来 北漂房客网的模式 在创业的初期 的确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但最大的缺点就是 龙凯太低 像这样第三年才出现 同样级别的竞争对手 只能说明余凤云 你的运气还不错 没有资本的知识 没有横向资源的拓展 北漂房客网的发展 已经到头了 这也是你为什么 会越来越累 越来越力不从心的原因 这些话我早就想跟你说了 甚至我已经开了口 只是你不愿意 听我把话说下去 你觉得一切都在 你自己的掌握之中 自己已经做得非常好了 不需要任何人的意见 北漂房客网 会在你的带领之下 一步步走向成功的巅峰 而实际上呢 恰恰相反 你作为公司的决策人 过于自信 一意不信 丝毫不给别人说话的空间 不给别人发挥的余地 你所做的事情 看似 在将公司带上一个又一个高峰 而实际上 你是把缠在脖子上的绳索 绕了一圈又一圈 一旦有人握住绳索 你就是死路一条 你说完了 是吧 所以说 这就是你跟叶之秋这种人 混在一起的理由 这就是你投奔陈后生 获取高官后路的理由 这就是你抄袭嫖妾 北嫖妨妨 所有的市场阻断 来打压兄弟的理由 是吗 这个世界不是你想的 非黑其白 非对其错 也就是人比事有问题 但是他对租赁板块的了解 你我谁都比不了 陈护生是有钱 但我不是为了什么高官后路 才来到这儿的 我是要借助私本的力量 拼心斩棘 绕开你这块永远走不下去的老路 重新创出一条新路 凡哥你 你都做了些什么 送玫瑰 发汽车造谣言散补贴 不停地炒作 不停地营销自己 你早已经偏离了自己的正路 于崩元 你还记得 你创立北漂房客网时候的出行吗 我忘记了出行 我偏离了正路 你别忘了 现在北漂房客网 还在被千万的北漂们服务 那是你嘴上说的 经理文心自问 这半年你把用户当成了什么 你把他们当成人气的数字 当成可变现的流量 当成可以随意摆布的墓 我那是为了生存 没有人情 没有力量 没有钱我拿什么车祸 我拿什么样公司 你口口是不是说 你看你的新路 到何来呢 谁来寻我 谁抄寻我 谁干的跟我同样的事 是你 李同飞 我做的方式和你完全不一样 就拿青年公寓这个项目来说 在你那儿 只可能是一个 华仲取宠的血统 但在我这儿 它是政府 企业 北漂分营的事实 你别把自己说得那么伟大 你别把别人说得那么的渺小 我告诉你 你的老板就是一个纯粹的商人 商人追途利益的天性 是跟你做的 你想做的 你已经做的 隔隔不住 你懂吗 这就是我们的区别 你选择在茂密的雨林中 一块空地来自己成长 只可惜 树干还没长到足够的高度 就被其他大树打得严严实实的 没有阳光你只要死无一条 但我不懂 我要依附于一棵大树上面 靠它的养分来成全自己 不断地向上爬 直到见到阳光的那一天 到时候 我就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了 鸟随鸾凤飞腾远 这句话是你跟我说的 我现在 重新送给你 好 那咱们俩就好好批一批 看谁飞得更远 谁能第一个见到阳光 乐意丰沛 还有一件事要告诉你 我也喜欢笑语 很久了 既然她已经明确地拒绝了你 那我现在追她 不算是不抢倒意了吧 你别太过分了 琴师几路天下共逐之 我觉得没什么过分的 如果你是个男人的话 就不要把这个消息告诉她 我现在还不想让她知道 我们都清楚 小语有个心情 正好 我们就先看谁 能把她解开 狗狠 你们俩跟她说什么呢 没什么 好 告诉她要来一场男人之间的战斗 顺便告诉她我也喜欢小语 你也喜欢小语 怎么 我不能喜欢吗 不是 小语跟大 大鱼跟小语她可 没什么可视的 既然她已经明确地拒绝了一捧月 那我追她就没什么不可以的 记住 别的事你可以随便说 但这件事 一定替我保密 放心吧 我谁都不会说的 这种场面 不好说吧 你说我们这么做是不是有点太那个了 毕竟我们去的不是别的公司 来的是城户生这儿 我还是挺担心打人来的 我们都很清楚 为什么会这么做 既然选择了就不要后悔 杨药苦口 只有让她痛 才可能会让她醒悟 只有让她醒悟 才可能会意识到自己的问题 放心吧 我还是挺担心的 毕竟我们之间跟叶芝秋 没有永远的敌人 只有永远的利益 再说现在主控权也在我们手里 他们不会把我们怎么样 童子 你自己好好努力 发挥出自己的价值 不要让任何人把你羊心为 看别了 去忙吧 放心 我会努力的 还有老大 咱们 要不要换个地儿住啊 你说这以后 天天抬头不见低头见的 我觉得挺尴尬的 毕竟咱们现在好歹也是个高管 也不差那点租房钱 咱们又没做错什么 干嘛弄得跟自己心虚一样 再说要搬 也是让于梦月搬 最主要的是 我还想在那儿劫 早点把我妈劫过来 那待于他要是不搬呢 不搬呢 不搬也没关系 我有办法 老大 我那边都把你收拾好了 好 大于 其实我早就想跟你一个房间了 这样咱们还可以多 探讨一下问题 老大 你慢点 老大 不好 老大 打扮 怎么样 他们四个真的闹牌了 你说呢 你这还没搬走 结果他们先搬走了 我今天也陷了一条 我真的没有想到 咱们的竞争对手 是李腾飞跟杨欣梅 如雨 你说 他们这样断到最后 到底谁会赢啊 不管谁赢 都是两百俱胜 怎么 还在担心周妍啊 如果真的担心她 干嘛非要搬走啊 谁担心她 刺激欺人 是 我心里还记管着她 可那又怎么样呢 这不代表会原谅她的 你知道吗 若宇 其实从飞飞第一次上门 我就看出来了 周妍心里并没有完全放下她 她也没有做好 要永远跟我在一起的准备 她就像是一个孩子 分不清什么是爱 什么是爱过 什么是喜欢 什么是怜悯 飞飞不在的时候 她可以把所有的关注度 都放在我的身上 等飞飞一出现 她就开始不知所措 甚至情不自禁地 想要站在飞飞那一面 周妍在这方面呢 的确不可成熟 但她从来都没有真的想要伤害过你 可这样你不觉得更可怕吗 若宇 一个经常在不经意当中 就会伤害你的人 这对于我们彼此来说 都是一种折磨 是 可是你现在躲避又能有什么用呢 我现在想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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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躲避 一个孩子如果摔倒了 妈妈每次都去扶她 那她永远都学不会如何爬起来 周妍也是一样 如果我一直在她身边 她永远不懂得 如何处理自己的情感问题 只有我真的离开了 她才能发现 她到底把谁 放在心里最重要的位置上 如果她想明白了 如果她想明白了 自然就会来找我 如果她没有回来找我 就说明她从来没有爱过我 我只是一个男人 在情感空虚时候的一个替代品 说什么了 别瞎想 我说优惠 就是你的那个Commun 不是 我们的认识 那你和我们人 那我最能做的 是什么 你都知道 你学习 这个你都喜欢 你会找我的 那你也是 我学习 你学习 咱们就搬出去吧 凭什么我们搬啊 要搬也是他们搬 背心弃异的不是我们 是他们 可是老大和杨 别叫他老大 我没他这样的兄弟 我说老大 你觉得咱们 这么门对门地跟着大鱼打了一台 有意思吗 要我说咱干脆搬出去得了 还是那句话 我们又没做错什么 更好况现在小宇还住在这儿 就更不能搬了 既然她接受了我的挑战 那我就要两场战斗倒一个 那我就要两场战斗倒一个 那你既然喜不小宇 那你干嘛不直接追的呀 如果你要融化一块冰 会选择用水 还用火 火呀 小宇的内心 就像是一块巨大的煎冰 而于鹏月 就好似一团火 看似很容易能将冰融化 但稍不留神 就会被冰水熄灭 而我 则是水 默默地包围着她 时时刻刻地陪伴着她 无处不在地守护着她 只要我们的关系不大的冰点 我相信 总有一天会融化她内心的冰 可是她不可可 只是与其有其她 正高棚的務得可以 还在地守护她 可以有原因 可这些的衣服 有个公开 有个女孩 也不不怕 有个小的衣服 是个小的衣服 来来来 来 来来来 说实话 老大 我心里真拿你倒心 藤飞兄 我就指望着跟你这只蓝风 一起藤飞了啊 抓抓抓抓 抓抓抓 抓得对的经过就可贵 还没来及匆匆 将当初的种种 告别啊 闲言不由衷 曾一起做的梦 还在那片天空 那是多大的风 它追不上彩虹 人间怎样的重逢 干遍沧桑眼中 还藏着深夜 这个我带给同学 最好的哥们 余蓬月 她是你的同事 哎呀 我们两个 那都这么愉快的决定了吧 人卖业务包给我了 我作为外援 付出你的 FB公司 成立了 开箱 成立了 人家都说 创业中男人是最有魅力的 就没有一片铁东西 周延 不错 真够涂的 现在还有人织围巾呢 也就是只有周延那个花钢眼脑袋 才能配得上这么涂的围巾 再涂也是我一针一线 亲手给她织的 只有周延配得上 像醉碎的影子 你又偷在熬夜了 你看你 熬了一宿都瘦了这么多 你看 这是我特意给你准备的 可不可 可呀 过来吃 各位兄弟姐妹吃饭了 你可是咱们的后勤部长荣誉员工 没准还是我们联合创始人的家属 菲菲 我相信你不是故意的 我很感谢 跟大家在一起相处的日子 特别谢谢你们都喜欢吃我的饭 在这里我拥有了很多 好 美好 很幸福的回忆 都这不散彩虹 至今最好的重逢 看边沧桑眼中 还藏着少年的懵懂 曾一起做的梦 还在我的心中 被嘲笑的天真 有谁还在守候 青春漫过的沙丘 都变成了绿洲 在一场倾盆的雨后 是岁月曾遇的青秋 你们都听说了吗 北漂生物网的首席 就是咱们原来的你总 怎么会这样啊 我听说咱们杨总也去了 那咱们两家都来都去的 不成了他们四兄弟打架了 商场上无父子 更何况是兄弟的 这种事啊 见多了 你们觉得哪边会赢啊 我觉得吧 现在还很难说 你看啊 李总跟杨总属于一正一协 咱们的余总跟周总 属于一文一五 虽然说咱们这边有先发优势 但是啊 他们有资金优势 现在还特别难受 不过啊 咱们往后慢慢看 好戏 再过一个月 就又到了高校毕业季 据统计 我是每年有毕业生二十多万人 其中一半以上的是外地生员 这些外地生员 占据了北漂市场的一大部分 我相信在座的各位 很多人都是从这个阶段走过来的 面对这十多万的潜在客户 市场不决定 以毕业季为主题 进行一次有针对性的市场推广活动 这次的活动的主题 我们暂定为四年还不够 顾名思义 就是以同学四年间的友谊为纽带 推出我们的毕业生合租计划 你这个毕业生合租计划 和他们到中介去找房子有什么不一样 不一样在于 我们是通过网络 把相识还有不相识的毕业生 集合在一起 以一个声音 向房东声讨更多的优惠 叶总原来是这方面的行家 我相信你应该最了解 房东最害怕是 空置 没错 房屋空置 以一个两句实为例 如果一间房子先租出去了 那么另外一间房子 就会很难租出去 对于房东来说 可选择性很少 对于房客来说 很担心自己与前者的房客 有这样大型的问题 这样的房子很难保证它一直有人租 换句话来说 就是有很长的一段空置时间 但是如果选择我们的方案 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 通过我们的组织 我们会让毕业生 以整租的方式把整间房子都租下来 然后再进行内部分配 这样我们为房东解决了 因为房屋空置而造成的资金损失 同时毕业生也可以抱团取暖 拧成一股绳 可以跟房东多讨价还价几次 你这个办法我们之前也想过 可现在哪有那么多毕了业 还愿意在一起的呀 你别拿你们和余蓬月来举例啊 所以才需要我们组织啊 按照以前的方式 如果身边人没有人愿意 或者是没有匹配条件的 那只能各做各的 但是现在有了我们网站 大家就可以拼团 根据自己的需求 找到合适的合租货板 开启一段全新的大学生活 杨总 继续 好的 因此为了达到我们的目的 为了把这十多万潜在客户 尽可能大的转化为我们忠实粉丝 我们决定在高校以及高校附近 进行一系列的落地投放 大广告要花多少钱 花不了多少钱 我们不会做大而不当的宣传 我们会在特定的时间 特定的地点 进行有针对性的推广活动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以毕业生吃散伙饭为例 这是一个传统 我们会在高校附近的餐厅 提前进行布置 这可以啊 对啊 花不了多少钱 这不就钱打营销吗 这边一个个酷天我累的 那边一看咱们的宣传 这毕乐业还能在一起 太有感染力了 打入啊 继续 我们还会向毕业生 赠予用来抒发情感的挂窗标语 在各大校园随机派送 一部分也有北漂生活网的logo 还有活动信息 如果就不想自己编写内容 那当然也可以了 就必须注册登陆我们的网站 这个办法也不错啊 我看行 当然我们也会走一些正常渠道 通过校园BBS 校园媒体等渠道进行推广 地面部队直接进入校园 直接推广此次活动 具体的活动预算 请大家参考后面的附件 谢谢 怎么样老大 我刚才表现还不错吗 没听到大家夸你吗 讲到不错 谢谢老大啊 怎么样 跟我出来也没错吧 也只有在这儿 你才能体现出自己的能力 好好历练 北漂生活网这次新推出的活动 可以说是 抓住了一部分毕业生的心灵 我承认 在这个环境上 我们又落后了 不过我一直在强调一点 我们的网站 并不是一家房屋租赁网站 而是一个生活社区 我们没有必要非地跟在他们屁股后面 做那些费力不讨好的事 他们做情感影响 我们就做快乐的影响 他们有钱可以打广告 我们没钱 也可以做口碑传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